本室婷属于边外书童 未经允许 请勿搬运 望线 风月不相关第七集 魏无线心里也是酸酸涩涩的 他不想蓝望鸡难过 但又不可能放过握住权力的机会 第二天蓝望鸡吃午饭的时候 迎风来报 说是魏无线根本就没有派人追查他小产这件事 蓝望鸡本就不好的胃口直接什么都吃不下了 魏无线最近也很忙 忙着给魏玉做局射套 他想着与其留着这个最大威胁 不如直接去掉保险 当然他用的是最安全的办法 魏玉自己不做死就不会死 所以他是真没时间管蓝望鸡说的事 再说了他查了能怎样 还能把他母后供出来吗 所以他只能给蓝望鸡一个答案 那就是意外 陈王府最近也遇到了一点麻烦事 就因为在公宴上给了魏玉一点好脸色 他还蹬鼻子上脸了 竟然想往陈王府后院塞人 墨染当然是不干了 但这祸联合李贵妃闹到了泽帝那里 泽帝一发话墨染只好把人领了回去 先是让人彻查身份 然后就是让府里人每日重点敲打 当然身份也别享有 陈王府公开的家眷只有离家未归的王军和一个陈王侧妃李嫣然 然私下里李嫣然只是墨染的一妹 当年前朝覆灭 李家就剩一个李嫣然 墨染和他从小熟识 为了救他一命 才把他带回家的 他从小就和谢允一起长大 关系非常好 甚至说过谢允要是前缘 他绝对会嫁给谢允 为此墨染还吃了老多醋 后来谢允离开 墨染不想娶别人 为了阻拦皇帝的赐婚 只好弄了个王军和侧妃出来 燕然是自己同意的 他说想帮谢允守住他的地位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因为他的存在陈王府一直都很平静 现在有些人是开始着急了 把人交给燕然后 墨染终于松了一口气 相信没几天这个人就不会再蹦打了 墨染来找他的时候 墨染第一反应是望姬出事了 当初他可是重点吩咐过 如果望姬出了不能解决的事 他们一定要禀告到他这里来 什么事啊 直接说吧 墨染一句废话不想听 就想知道望姬怎么了 迎风把这次的事事无巨细的都讲给了墨染听 总结一句话就是蓝望姬受委屈了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 墨染眉宇间透着愤怒 就是说魏无羡不管自己的母后和妾室 是如何害太子君小产的 只知道堂塞望姬 看来他也有很大的问题啊 墨染经历得多 也更知道魏无羡的性格 所以他一下就猜到了这件事魏无羡肯定有参与 最不济他也是清楚事情始末的 迎风低头没有说话 墨染看了他几眼 回去后好好保护望姬 顺便告诉他 不要害怕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任何事我都可以帮他摆平 回去吧 迎风领命后立马就消失了 不一会儿李嫣然出现在了房间里 他现在也快三十岁了 早已和他身边的侍卫 暗地里成亲了 义兄 发生什么事了 我怎么发现 你心情比前几天还要不好呢 李嫣然一直都是叫墨染义兄 有人不知好歹惹到了我 要不是看在望姬的面子上 我现在就想去消了他 墨染生气地说道 哦 原来是太子殿下呀 你原来不是挺看好他的吗 现在这时 他欺负望姬了 李嫣然也知道 蓝望姬是谢允和墨染的孩子 他当储君有些事做得是没问题 但欺负望姬就是他的不对了 墨染理所当然地说道 确实是这样 想必你也已经想好几种应对方法了吧 我今天来是有事和你汇报一下 前几天你交给我的那个人可能挺不住了 他交代的一些事都没什么价值 我就想问一下要留着他的命吗 还是和以前一样 李嫣然负责管理陈王府的一切事物 包括审讯善后 漠染眼神一按 让他走得悄无声息息 我不想再听到任何人扯到我的王军这个身份上来 李嫣然无奈地点点头 他就知道是这个结局 漠染最大的忌讳 就是有人想占谢允的位置 这么多年来 从没有一个人妄想了陈王王军的位置 还能全身而退的 蓝望姬听了迎风转告的漠染的话 心里温暖了很多 虽然他从小没有养育过自己 但对自己真的很好 魏无羡是他自己看上的 自己选择的 当初叔父和陈王还阻拦过 是他自己没听 现在他发生这种事还得他们操心 而且陈王不仅一点都没有指责他 只是尽他所能帮他解决所有问题 说实话蓝望姬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如果他硬是要找一个说法 那就是逼着魏无羡找他母后对质 可如果他不要这个说法 那他后半辈子可能都不会释怀的 他觉得自己做不到那么冷漠 毕竟是自己第一个孩子 也许他可以开诚不公的和魏无羡谈谈 或许他们还有什么事有误会呢 他也不想一下就把魏无羡打入死局中 成亲这段时间以来 除了这次孩子的事 魏无羡对他还算周到 蓝望姬是个感性的人 也很记别人的好 所以他想给魏无羡一个机会 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如果是他误会了魏无羡 他会好好道歉 他们以后还能好好相处过日子 不然他只能走入僵局中 只是之后发生的事 让他最后一点期待和坚持 都变成了笑话 这天蓝望姬正在吃早饭 突然避雨带伤回来 幸好是一个小见商 不算大事 迎风一边帮碧雨包栽一边 和蓝望姬汇报情况 太子君殿下 今天是我们跟踪太子殿下 他好像是在青楼附近 办什么事 碧雨说太子殿下可能是有外事 非要上前跟踪 所以我们才会被发现了 不过你放心 我们都没有暴露身份 还探听到了重要信息 蓝望姬一边担心碧雨的伤 一边问道 什么重要的事呀 你们也是不怕危险 我不是说过尽力而为吗 要真有什么外事 也不算大事 碧雨伤口已经包好了 这事是我听到的 我来说吧 太子殿下当时和手下说的事 我说这个局已经很仁慈了 如果他循规蹈矩不惹事 就不会发生什么事 一旦他作死 那就不好意思了 相信到那个时候 我那个好岳父是不会放过他的 太子殿下后面安排了些手下其他事 然后就发现我了 不过我跑得快还伪装过了 虽然中了一箭 但并没有被他们发现身份 迎风也在一边点头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蓝望姬已经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 魏无羡能说出岳父这个词 说明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因为他名义上的父亲蓝清衡将军已经过世了 其实他的表面身份一直都是个谜 皇城中的人都知道他不是蓝家正经的嫡子 可魏无羡还是娶了他 当时他没多想 甚至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也没有多想 只是现在他不得不多想了 如果魏无羡一早就知道他的身份 并且有意接近他甚至娶他 那他真有可能会不把他们的孩子当回事 蓝望姬突然心里很害怕 难道这大半年来他经历的一切都是假的吗 那他到底在干什么呢 就看了一出别人给他演的戏吗 但为什么他这么痛苦呢 突然他清醒了 就算是一场戏 那他的孩子也是一条生命 凭什么说没了就没了 既然他存在过 就是自己的孩子 自己就有理由为他做任何事 蓝望姬没有自哀自怨太长时间 他平静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让人去拿下江燕礼 他是这件事的直接下手人 因为牵扯到皇后娘娘 蓝望姬一直没有动他 甚至想着和魏无羡商量后再考虑怎么处理他 现在蓝望姬一刻也不想等了 至于魏无羡那里 想来因为陈王的关系也不会和自己对着干的 江燕礼跪在蓝望姬面前的时候 还是一副柔弱无辜的样子 可能觉得有皇后娘娘撑腰什么也不怕吧 蓝望姬不想和他废话直接说明了原因 并且拿出了证据 他当时买通了东宫药膳房的丫头 让他在蓝望姬的安胎药里加大剂量 蓝望姬已经让人找到了那个丫头 并且审出了供词 江燕礼并不慌张 奴婢并没有加害太子君殿下的孩子 我是受皇后娘娘的意旨照顾太子君殿下而已 那付安胎药并没有问题 蓝望姬拍案而起 大胆 你的意思就是说皇后娘娘想害我的孩子了 宣香是皇后娘娘送的 安胎药是你安排的 你动了安胎药还想拉上皇后娘娘 看来东宫是留不得你了 江燕离眼里闪过一丝诧异 但还是没有认罪 奴婢做的事都是听从安排的 绝没有加害太子君殿下的意思 希望太子君殿下可以明察秋毫 不要冤枉我 蓝望姬严厉质问道 你听从的是谁的安排 是谁让你改我安胎药的计量的 你是东宫的人 太子和我都不知道的事 谁能证明 江燕离沉默了 皇后娘娘虽说了会保她 但当初他们都以为蓝望姬不会揪着这件事不放 所以根本没做好后续沟通 说不出来就是承认这件事是你做的咯 撕追让人把她关到惩罚市去 等太子殿下回来了 我们再商量怎么处置她 蓝望姬也没想着她还能说出什么 真说了自己暂时也拿皇后没办法 江燕离虽然喊着冤枉 但也没真害怕 反正皇后娘娘会救她的 晚上魏无羡一回来 就听说蓝望姬关了江燕离 她虽然不在意江燕离 但她也算是她母后的人 所以她还是要管的 只不过蓝望姬不愿和她说话 明显是生气了 启禀太子殿下 太子君殿下查到江良帝在安胎药里动了手脚 她非但不认罪还想攀扯皇后娘娘 太子君殿下这才把她关起来的 蓝思追见蓝望姬不想说话 只好代为转达 魏无羡头也大了 她没想到蓝望姬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 她走到蓝望姬身边扶着她 望姬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我记得安她要是没问题的呀 蓝望姬侧过身躲开魏无羡的手 生气地说 哪里搞错了 她改了我安胎药的剂量 也没有和别人说 这还不能证明她居心不良吗 魏无羡无语了 这话她还真不能接 看来有必要和母后商量一下 放弃江燕礼了 她先放弃江燕礼了 那么让我再来一会儿 先放弃江燕礼了